NBA,76人琴公牛,西蒙斯三双,奥利尼克绝杀,热火胜奇才公牛接木战克场对阵76人,本西蒙斯拿到三双,76人127比108击败公牛拿到赛季首胜,开场公牛暴比波蒂斯和扎克拉文手感极其火热,前者5投5中得到13分,后者7投6中砍下15分,公牛单截空下41分, 刷新队是接木战单节得分记录,76人这边乔尔恩里德同样是不可挡,短短4分多中砍下12分,西蒙斯连续扣篮考人顿命中3分,首节公牛追至38到41,第二节雷迪克上来打4分,布雷克尼回敬远头,富尔茨命中一记跳投,因来现场球迷血力欢呼,恩里德扣篮颁平比分,公牛本节开始失准, 而沙梅特、考文顿的3分球,帮助76人,半场65比58领先,第三节拉文命中3分,公牛陷入长达4分钟的得分荒,西蒙斯、萨里奇、考文顿等人打出一波17-0,分差扩大到23分, 虽然第四节出公牛在拉文,贾巴里帕克打出小高潮,但分差始终在两位数,富尔茨还命中生涯第一记3分,现场响起雷明般欢呼声,最终76人主场倾取对手,西蒙斯13分13个篮板11次助攻,恩里德30分13个篮板3次助攻4次崩盖, 富尔茨12分,考文顿20分,萨里奇13分10版,雷迪克10分,沙梅特12分,阿弥尔约翰逊13分,拉文310分5版3助攻3,帽、波蒂斯20分11版,帕克15分,布雷克尼13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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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